什么情况不可能这一定是假的 这家伙铁定是卖打火机的 你骗我这些车钥匙根本就是假的 是你买的模型 就凭你这种捡破烂的垃圾 也配得上开这种级别的车 说得对这必然是假的 泽泽现在社会这种爱作秀的人可真多 你们不信是吧 怎么是个右盘呢 你怕不是想笑死我吧 我就知道自己没看错 你真就只是个捡破烂的 怎么可能有不加迪风神这种级别的豪车啊 这必然是你捡的低摊货 这个小哥已经帅成这样 要是再开上这种豪车 还有哪个女人挡得住这种诱惑力 我说你是脑子有毛病吧 就一个破U盘 你有必要看这么久吗 你懂个屁 你不懂就给我闭嘴 直到不 我说大哥你干嘛这么骂我呢 你知不知道我是做汽车行业的编辑的 更是一个忠实的超跑车迷 我敢以我的职业生涯保证 这东西绝对就是真正的不加迪风神的车钥匙 这是真的 但是他不摆明这是个U盘吗 这不加迪风神本来就是这样启动的 你们是不是压根就不知道不加迪风神长什么样子啊 人家就是要插入U盘才可以驾驶的啊 你懂个屁 自己一点见识都没有 竟然敢说这是地摊货 我不允许你这么侮辱他 行算我错了总行了吧 你可得爱吸他啊 不然我会伤心的 竟然是真的不加迪风神的启动方式 就是插入U盘 估计是之前那个人看错了吧 我这种人也配开着这种级别的豪车吗 那可是价值九千万的豪车啊 没想到这个破烂小哥竟然是个土豪 而且还长得这么帅 哼 想抢我风透 看我怎么治你 会是206吗 记得把房租交上啊 207步 你啥时候交房租啊 我的妈 没想到这个B王竟然还是个掩藏的大佬 这可不就是包租工吗 怪不得这货瞬间这么嚣张 想不到竟然是因为这个 哈哈 还好自己机智 搬回来一局 抱歉文慧 我之前忘了给你说 咱之所以这么有钱 是因为拆迁的缘故啦 现在我家瞬间有了十套房子 每天都要去收房租 蛮不爽的 即便是有的人开好车 但那又如何 要知道房子可比车子有价值得多了 区区几辆货车又能算什么 能比得过在城里有十套房吗 之前咱俩在一起这货还要用我的钱 现在家里拆迁了就跑来我面前 炫耀这都是什么人吗 房子多很厉害是吧 那必然的嘛 当个收租大佬 每天都不用工作 喜不美滋滋 我确实是在城里头 没有房子 能够租出去 哈哈哈哈 其实这也没什么 值得炫耀的 都是小事情 嗯 嗯 方先生 是我唐君啊 打过来就是想告诉您 这个月金融大厦的租金已经达到您的户头上了 总共8760万美金 终合中华B6 132亿元 请您验收一下 明白了 您的银行卡刚刚转账收入6亿元 我擦 我刚刚竟然还敢在方小凡面前装逼 说自己是什么收租大佬 他在城里头 确实没有可以租出去的房子 但是人家可是在金融街 有一栋大厦出租的啊 我去 这之间的差距 可是天和地的距离啊 还能不能让我愉快的装逼了 嗨 每天去收租金 确实很麻烦 所以我提议 你干脆和他们说好 到了月末 自觉的把钱打给你 这样不好吗 可可 这真的是个好主意 需要我把这个物业公司介绍给你吗 他们服务还是蛮到位的 只是收费这方面夸张了些 那一个月是多少呢 具体数字忘了 目前来看的话 我的大厦足够让他们过上很好的生活了 据说这个唐军年薪在500万左右 给方小凡进行服务的物业公司的董事长年薪 竟然能拿到这个数字 我一年租金也才60万啊 还不够人家董事长赛亚凤的 看来这个世界还是大 自己终归是个渣渣 那既然你这么有钱 干嘛出来捡破烂啊 是啊 你有钱成这样 还去捡破烂 钱都不是事 钱只不过是数字 又能证明什么呢 生活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 哦 方先生 您是个大彻大悟的聪明人 相比于你拥有的财富来说 这才是更能让人追随的东西 成熟的男人才是最富有的 那种来自心灵的富有 是最可贵的东西 您的话着实让我佩服 多谢您的指教 文慧没想到 你竟然能够找到 这么优秀的男朋友 有盐有钱 还有大智慧 简直是让我汗颜啊 之前那些都是我的错 现在我见到你身旁 坐着这么优秀的男人时 心痛得很 那一瞬间我才明白 我心中一直还有你 原先我是想试试说 咱们还能不能回到以前 但现在我明白了 祝你们天长地久 这一次我来赴账 逼王约我出来 竟然是为了复合 说好的装逼呢 再不追就来不及了 谢谢神好 我跟阿强又重新在一起了 还不赶紧给大佬说对不起 大佬之前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做那些事情的 还好你的一番话让我开悟了 此时我深刻地明白 在当今社会前并不是一切 要想过上好日子 得用心地去感受生活 一定要记得 不要忘记本心 谢谢你房先生 我从今往后再也不会做那些事了 我会好好反省的 想不到金儿个还可以挽救失足青年 也算是美事一件 是时候去捡破烂了